中国年轻人最近流行夜骑骑着脚踏车 感受一下热血沸腾的年轻样貌 有20多万人响应这个活动 但是热血的背后却是让中国当局很紧张 触动了政府的敏感神经 于是斩断这些年轻人的自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发生在8号的夜骑活动 有多达20万人参与许多外地的大学生 还特别搭高铁到郑州加入这股风潮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 这人潮非常的多 已经看不到尽头了 他们是从郑州一路骑脚踏车到开封 人数超越了白纸运动 那么郑州到开封总共是有50公里 等于是说是从台北到桃园机场的距离 甚至是更远 但是怎么会有夜骑活动 原来是因为在6月份 这4名女大学生在郑州读书 因为想要吃开封的灌汤包 于是半夜骑单车夜游50公里 到开封去吃美食 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很热血 于是就po网 没想到引起大家讨论 结果有一名副教授就批评他们说 你们这一群无所事事的移动造粪机 吃饱太咸才会骑50公里去吃美食 反而让这个夜骑开封的活动越闹越大 但是20万人一起骑车到开封 一定有很多乱象 比如说到了开封 这些学生就把共享单车还回去 导致说变成了单车走 单车堆成山 那么夜骑活动开始 其实就有学生挥舞五星旗 高喊爱国口号 唱着中国国歌 甚至有人喊着 打倒日本帝国族裕 像是一场爱国行动 所以让中国当局出手反制 多了一些忌惮 后来开始有学生高举自由的口号 带着有关于自由的旗帜参加 那么在这之前 本来开封当局还认为 夜骑是有据于带动开封的经济 宣布多个景区在夜间 对大学生是免费开放的 结果规模变更大 甚至有自由旗帜 所以让中国当局心惊惊 担心说会不会变成 另一个白纸运动 于是在8号夜骑活动的隔天 像是郑州还有多个地方 他们就是有说 这个交警就通知说 因为有一些路面 被共享单车占用了 要赶快清理相关的物品 所以决定脚踏车 不能在机动车道上面行走 同时河南有多所大学生 大学是公告封校 禁止学生们外出 说如果要出校门 那么必须要请假 或者是你有临时出门证才可以 而且还限制共享单车 跨区骑行 也有人把这一次的事件 跟疫情期间的措施来做比较 认为说当局一有什么就风效 尽管当局打压 大学生的情绪还是很高 那郑州的大学生干脆就改徒步 50公里前往开封 走了11个小时 甚至有人高喊 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讽刺当局 那其他城市的大学生 也是纷纷响应 像是武汉 南京 合肥 成都 都有夜期活动 还有六位天津大学生 骑了100多公里 直达北京的天安门 有人说夜期活动反映的是哪一些 就是中国年轻世代渴望自由 想要突破束缚 也因为中国经济低迷 大学生面临就业困境 所以想要借这种方式来宣发自己的情绪 而当局也害怕年轻人聚集 担心他们会群众闹事 才会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 但确实这一次的夜期 反映出中国年轻世代渴望自由的心声 跟对未来的不安 一个人接着一个徒步向前 仔细一看这可不是大白天 行走不打紧 嘴里还呼着口号 而且有人一走就是十多个小时 数量之多连警察都来关切 但其实最早学生是骑自行车 浩浩蹬蹬胜路 喊着爱国口号脚下踩着单车 这番有意伸心的活动 近来在河南省郑州出现 而他们的目的地 是距离超过50公里的开封 后来响应的人越来越多 引起空前回响 河南八年五年夜期开封 Let's go 原中国人民解放区陆区 咱们今天晚上夜期开封 兄弟们出发 八年空军夜期开封 我们退五军人永不退色 眼看夜期开封的规模越来越大 八号晚间夜期人数暴增到20万人 导致交通拥塞 官方赶紧出面管控 网路上甚至传出 有河南大学发出封校的公告 禁止学生外出 而戴琪这波风潮的 16月有四名女学生 在网路上发布从郑州 骑50多公里到开封的经历 都是为了品尝当地的灌汤包 听起来就是年轻人的热血活动 但一下子聚集那么多人 规模远远胜过 2022年的白纸运动 触动北京当局的敏感神经 从1989年到1989年到2022年 大约集团的学生集 插入了认识的脑袋 还有中国网友制作歌曲 搭配叶琪的影像 歌词充满对政权的嘲讽 北京当局过度反应 还用官媒大篇幅报道 试图把骑自行车的活动 扭曲成交通堵塞的元凶 这让中国网友难以接受 可惜这样的幽默 中共当局无法认同 外界分析夜期开封事件 反映出中国年轻世代 渴望自由突破束缚的愿望 加上大环境前景不佳 青年面临着就业困境 但北京当局就算知道 也似乎不闻不问 选择用强硬手段 压抑年轻人的心声 三立新闻一流报道